好 我们来看下这位球友啊 让我跟他看一下他的正反手有什么问题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视频啊 这个 这个好像是正手吧 这是正手 这是在拉下旋球吗 感觉是在拉下旋球 整个影拍的动作 包括 拉球的动作都没有太大问题 动作框架没有太大问题 就是你发力的时候 这个脚下没有撑住 是吧 转的比较多 但是这个脚下的力量啊 没有蹬上来 没有传递到上肢 所以呢 你感觉动作甩的很大 但是发不出什么力 那么后续要改正的话呢 在蹬的过程当中 你这个左脚啊 把这个力量往前撑住 右脚往前去顶一下 感觉这个顶腰 领腰的感觉 用你的右脚往 往左前方去顶一下 然后顶的同时 左脚撑住 把地面撑住 而不是两个脚一起转 如果两个脚都在转的话 整个力量会散 所以你的脚下撑住了 上肢才能发出力量 啊 你可以试一下 好 看一下这个 反手的动作 啊 这是反手 这应该也是在拉球 是吧 拉下旋 啊 但是整个动作也是甩的比较大 你是由下往上前方 右上前方 手臂甩出去的 你会发现你拉球的时候呢 这个稳定性很差 出界的比较多 有时候会漏 对吧 有时候又被球顶住了 那么反手在拉下旋球的时候要注意啊 也是一样 首先跟前面一样脚撑住 然后发力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不像正手 你有那么大的幅度去转腰 那么你的腹部 是吧 啊 腰部 要往前去领 像领麻花一样的 这个感觉 就是你的右腹的这个位置 啊 腹 腹部往内收拢以后 右腹的这个位置往前去展 啊 去领 然后你的整个手臂是体会这种去扩腹 啊 扩胸的感觉 把这个力量扩到你的上肢 手臂上 然后不要用你的手臂 手腕去发力 对吧 不要用手腕甩的过多啊 更多的还是用你的腰腹去带动你的前臂 配合一起来发力 动的幅度稍微小一点 不要向上甩的太多了 差不多就在右前方啊 动作就要收住 你把动作幅度控制小了 力量集中了 发的这个力量的感觉才会更好 是吧 拉的也会更稳